MING PAO TORONTO Show Happy 又是我昆頓 繼續鄧小孝 Hello 大家好 剛剛出了你的新碟 In The Voice 內在的聲音 一首關於溝通和自己相處的唱片 裏面還有一首歌未排台 叫《張沙拋吸一片海》 是否很難讀 《張沙拋吸一片海》 你試試快讀吧 《張沙拋吸一片海》 果然是做DJ 其實把沙拋到海 即是甚麼 然後下去就沒有了 你說得很好 因為其實這首歌是寫社交平台對我們意義的 就像你把沙拋到海 其實是廟無音訊 還有其實是沒有傾聽的 社交平台 你以為你帶大隻字 又或者拍片放上去是想別人聽到 但其實真正正聽進去的心裡 其實是有多少人 是真正正聽到你的訊息呢 這個訪問要不要去做嗎 可能不需要 我都很虛偽 是假的 我剛才說的世界和平 愛這個世界多一些 我們經常把自己的一些 所謂的開心不開心 通常到不開心多的 那些負能量丟到你上網 我以前會有一段時間 自己個人真的很苦的時候 現在不是有當年今日的 有些投資 看你做甚麼呀 為甚麼說這些 你是不是瘋狂的 你這個人這麼做作呀 會這樣評判回以前的自己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 社交平台 我這樣看為何我會覺得這麼不舒服 因為我很想別人聽到 我很想別人明白 然後我就 那幾年後發覺 無論你怎麼死都不明白 其實那件事根本就是要求視乎 我當時是想人不關心我 我現在不開心 我想人關心我 你沒事吧 他真的很壞 沒事的 不如你試試這樣吧 我可能是一個 你以為找一些意見 找一些出口 但其實那件事並不是這樣 我過了之後的家族 我更加明白 我當時說的所有東西 只不過是說給我自己聽 嗯 其實我沒有說給任何人聽 其實任何人都真的沒有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你做甚麼呀 當時推出這些貼文 只有那兩句說話 只知道你不開心 真的不會知道你發生甚麼事的 對呀 其實你亦都不會 舉世無為地說 他去了這裏 做了這件事 我就看到他這樣這樣 我又有這樣的感受 你說他是不是不對 你不會又這樣畫豬肚畫出 畫公仔畫出 哈哈哈哈哈哈 甚麼呀 畫豬肚畫出牆 哈哈哈哈哈哈 畫公仔畫出 還是畫豬肚給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呀 你不會的嘛 這樣吧 哈哈哈哈 很搞笑 畫豬肚畫出 OK 我們在網上發表一些評論 就說這首歌 將衣拋扣扣片海 我好像在垃圾扔在海裡 其實你是扔了一些東西出來的 對呀 但其實你找不到的 而且裡面的姚輝有個歌詞 很清楚就是 說我想說的從沒有傾聽 其實是一路以來都 你只不過是說了你想說的東西 你只不過是拋一個訊息出來 而且你會發現這首歌的歌詞 裡面有很多鼻、拋、吹吸 沒有東西是接收過的 其實是單向的 是單向的 這個溝通 這個不是一個溝通 我們經常都說社交平台是用來社交 但其實這個社交是不是真的是社交呢 我是開始懷疑 OK 但你剛才做的就是WhatsApp回覆人家 反而這個就真的做到那個傷害 對呀 因為我真的會看他們的訊息 還有我本身會以為 都會有一些偽的人 會發出一些無聊的訊息出來 或者一些很激烈的言論 一個都沒有 很乖 我覺得是很乖 雖然我都說了不切接聽的功能 雖然也有人打來 但是一兩個已經整件事 比我想像中大家的修養很好 還有他們寫給我的字 他們寫得很詳細 還有寫得很真摯 不過有個不開心的就是大部分人都不開心 對我來說 這也是個通病 對我最大的 我自己情緒的反應就是 我原來有這麼多人不開心 又或者是開心的時候 他未必需要找一個特定的人去跟你分享 有的 有一些人會發訊息 其實你都沒有什麼的 我生活都很好 不過純粹想和你聊天 想和你說我支持你的音樂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甜蜜的 但是那些不開心又真的太不開心了 即是抑鬱症 或者是癌症 或者是很多癌症 因為癌症其實都是情緒衍生的其中一個病 我看到他們有很多 起碼有七八個 都是一些比較有困難的人 我其實自己看得也不太開心 但是你又知道他們找得你聊 即是他們相信你 而你和你的歌 其實是他們的一個支柱 我很高興這件事 但其實我當初在想 有很多歌迷會看我的帖文 或者聽我的歌 他們會得到我的訊息 我本身想透過這個 其實聽我的歌的人是甚麼人 他們的生活是在經歷甚麼事 原來我是吸引了一群很不開心的人 這件事是我開心的 開心是因為我希望我的歌可以幫助他們 但我不開心的是有那麼多 那麼多都那麼不開心 但你現在一年兩張唱片 其實都在說心靈系列 你固然就會吸引到一群想同自己對話 但懂得溝通的人 是的 都是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有情緒 你真的要找個出口 還有聽多些自己 究竟是否開心 兩張唱片的笑話出了 其實裏面也有一個統一性 在題材上都是一些跟自己溝通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關於心靈上多一點的東西 還有在曲風上 其實一聽就覺得這是鄧小巧 是 完成了兩張唱片 當然要問下一部是怎樣 有計劃嗎 下一部是已經找了一個作詞人 他會幫我做幾首作品 即是他包碟了 不知道是否一個碟的形式 但是他幫我包起一個項目 然後昨天開了歌會 收了一些歌回來 應該很快3月4月就會開始做第一首歌 如果選得中的話 是的 但會不會都是一些難唱到死的東西 那是一首歌 那昨天馮永琦小姐提出了一首 她以前寫給我的展示 我聽了其實我當時很喜歡 不過當時就不太適合放在這兩隻EP裡面 所以就放起了這首歌 那我說 喂 這首歌我是很喜歡 但又是很難唱 我去那裏 她說 怎會難唱得過你的樊可靈和生靈作家呢 我說你不可以拿那兩個來做指標 是很喜歡的嘛 OK 即是接下來的音樂 已經開始開演功了 都有一個方向 很快 一段收音歌 即是三四月左右 應該會做歌 甚至有歌聽 是的 希望四月有 好吧 即是希望這張唱片 即是上次跟我說的時候 都說上年年尾應該要出場 還要是大碟來的 大家就預計一些東西 會退一至兩個月 起碼 希望下次可以快點見到你 我盡快 是的 OK 謝謝小客 謝謝Quinton 謝謝 謝謝